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许交头接耳 不许左顾右盼 不许提前打卷 这道题目我之前写过 这样对别的考生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反正文章是你自己写的 又不是抄的 有什么关系呢 不行不行 我要告诉老师 你可要想清楚啊 这可是皇上举办的考试 考中就可以当大官 不管当不当大官 我都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不能说 要说 不能说 要说 皇上 这道题目我在十天前写过 这样对别的考生太不公平了 请求皇上另外给我题目吧 这个人真傻 做过不是更好吗 一定是看这道题目不好写 才假装说自己写过了 想换个简单的 你该不是看这个不会 想换个简单的题目吧 皇上不信 我是掂钱写的稿子还在家里呢 可以立刻取来奉上 你不害怕 我给你出一道更难的题目 你写不出来 中不了劲是吗 我希望考中 但是相比之下 诚实更为重要 当官不讲诚实 还不如不做 好吧 你真是个诚实的人啊 那好 我给你另外出一道更难的题目 你可不要后悔呀 燕叔下比如神 很快就交上了一份 又快又好的考卷 哎呀 燕叔确实名不虚传 虽然他年纪小 文章却是比这些考生的 还要好呀 嗯 没错 燕叔诚信考试和文化考试 都是一百分 真是名副其实的神童 就这样 燕叔凭借着才华和诚实 得到了皇上的赏识 做了太子的陪读 后来还当上了宰相 成为了一名 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